我們這節介紹溫度和熱量的差異 我們這節介紹溫度和熱量的差異 溫度和熱量你有的時候會覺得好像是一樣的 但其實是有差異 建議用電腦板因為手機就不太方便 手機他有時候會切到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的話 老師會在今天把錄影都放上去 你也可以看錄影 像我們剛剛第一節課提到的飲料和麵包 他們一樣熱 一樣熱的時候實際上是溫度一樣 可是你不會說他們的熱量一樣 他們溫度一樣的時候熱量可能不同 就像是如果有一壺室溫的水和游泳池的水 游泳池的水這麼多 然後你水壺的水這麼少 那他們溫度一樣 可是你可能不會說他們熱量一樣 所以其實溫度和熱量其實不太一樣 兩個物體溫度一樣的時候叫熱平衡 但是他們熱量可能是不同的 那到底溫度和熱量有什麽關聯 我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吸熱的時候溫度會上升 然後放熱的時候溫度會下降 所以事實上他們的關聯就這麽簡單 就是熱量的代號我們通常用Q 溫度的代號就是T 那就是溫度有變化的時候 就代表熱量有變化 溫度有變化就是代表熱量有變化 可是他們並不是同一種東西 所以我們要來看 接著溫度的代表 然後接著溫度的代表 所以到這個位於是 吸热或放热的时候温度会有变化 这应该可以想象 就是一个物体它吸热就是会造成温度改变 所以你可以说热量有改变 就是吸收或放出的时候会造成温度有改变 这个丢塔三角形就是变化量 就是变化的意思 那么 对于一个物体而言 我们先写它的单位 我们温度变化的单位跟温度一样 温度变化几度 它单位也是几度 而热的单位就是卡 那热量流进去流出来 放出多少吸入多少 单位也是卡 放出多少卡 吸收多少卡 单位也是卡 那我们会这样说 我们会说 一个物体呢 它如果让这个物体 升高一度C所需要的热 这个我们有称呼一个专有名称 温度变化几度C 温度变化几度C 所需要放出的热或吸收的热 有一个专有名称 叫做热容量 一个物体 上升或下降温度一度 需要多少的热 这个概念叫做热容量 有一个专有名称 它的代号是一个大C 它写这样一横就是说代表大10 那它的定义呢 就是温度的变化去分支热量 它的定义呢 就是每一度C 就是每一度C 你可以 你每变化一度C需要多少卡 每升温一度C需要C多少卡 或者每降温一度C需要多少卡 这叫热容量 那你可以把它沉过来的话 你也可以把吸热或放热的热量就可以写为热容量 沉上温差 这样子 那它是可以加成的 它有加成性 它这个热容量是有加成性的 我这样写太紧 要留一点位置 我们等一下再写刚刚那个诗子好了 有加成性的意思是说 它可以 它可以一倍两倍三倍这样子 像比如说有一个物体 然后它有两种不同的物质组成 那它的热容量可能就拆开成两边 一个叫一号物体的热容量 一个二号物体的热容量 就比如说 你有一个一碗汤 你有一碗汤 然后这碗汤里面有很多的料 有水啊 然后有 锅烧意面啊 然后有这个蛋 还有虾子什么 那这些东西都有个别的热容量 可是你其实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你可以把虾子的热容量加上水 那整体的热容量 加上面 的热容量 那整体的热容量 那整体的热容量就是 各别的热容量全部加起来 因为 它们如果全部一起上升 一起上升 牛哈梯的温度 那你的总共的吸热 你总共的吸热 我们先把这个沉上去 先把这个沉上去 先把这个沉上去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样 个别一个物体 它吸的热 或放出的热 就是它的热容量去沉上温茶 那你现在一碗汤里面有很多的料 那每一个料 都一起上升同样的温度 那其实就是全部的吸热 就是Q1 比如说虾子虾子吸的热 然后还有面吸的热 然后再加点点点点点 这些全部加起来 就是全部的吸热 然后呢 它会等于 每一个 每一个料 它的热容量 去沉上温度变化 C1 沉上温度变化 加C2 沉上温度变化 再加加加加 那反正它们都是一起 都一起上升同样的温度 就是 比如说你从那个冰箱拿出来 冷冻的 冷冻的 锅烧液面 然后你就把它拿去微波 那它们 不同的料 都深深一样的温度 那最后你就可以把温差提出来 那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它有加成性 是因为它就有加成性 它可以把全部的内容物的热容量加起来 当作是总共的热容量 这样子 所以热容量它是一个加成性 有加成性的性质 那 那 这个是 这样定义是对同一个物体而言 就是一个物体 那温度变化的度C所需要多少 卡 那这个物体其实 它 不会说它 加热到一半它就变少 或是 就 质量就变少 或是变多 这个质量是固定的 质量N是固定的 那 可是我们知道说 质量越多 其实应该是越难加热 这个从日常生活中就蛮 可以直接体会吧 就是 既然我们定义说热容量它是 温度上升一度需要多少卡 那想必它应该会跟质量成正比 热容量本身它会跟质量成正比 因为 你要 让 一滴水 就让一滴水升高一度C 跟你让一个游泳池的水升高一度C 你需要的热量应该是成倍数的关系 比如说 一百CC 一百CC 一百CC的水 一百毫升 一百ml 的水 那你让它升高一度C 要一百卡 可是你如果要让一万 一万ml的水 一万CC的水升高一度C 你就要一万卡 所以热容量应该是会跟你的质量成正比关系 所以 如果你上升的温度固定 就是上升的温度一样多的话 都是上升一度C 那你一定是跟你的量 有关 这也是跟加乘性有类似 就是它 它可以一直加上去 然后越来越大 热容量它是可以一直加一直加 加上去变越来越大 就你只要水量多一点 一壶水 一壶水水量多一点 就会 热容量就越来越大 所以当这个温差固定的时候 热容量会正比于质量 质量越大 热容量越大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这是正比 那我们写成比例系数 比例系数的话就是 直接用等号 然后写成 s乘以m 这个是比例系数 所以总和 这个 把这个s n除过去 就会变成 这个s叫比热 比例系数 它其实就是 热容量在除掉质量 它除掉质量以后就没有加成性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如果拿一个游泳池的水 然后去除上水的质量 那你跟一壶水跟一个水平的水 除上一个水平的质量 你会得到水的比热都是1 但是游泳池的水和一壶水 它的热容量不一样 所以热容量可以加加加越来越多 可是水的比热就是1 所以它的意思是把质量这个因素呢 除掉 那除掉以后它变成没有加成性了 它变成一个本质了 变成一个元素 或是 应该说是元素吧 就变成一个物质的本性了 它就没有加成性 它变成了 本身的性质 所以比热它是没有加成性 它是一个物质本身的性质 那有些人在大学 你可能会知道这个叫做内含性质 然后如果是有加成性的这种叫外延性质 外延就是可以一直延伸出去 那内含性质 就是你不管怎么加它都还是这样 不管你水量一直增加 可是你比热一直都是1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热容量呢 把它的定义呢 再放回去 放回去这里 那就会变成是 它的定义是每上升一度需要多少热 所以会变成这样 最后变成这样 那比热的单位很简单 就是热容量的单位 再除下质量的单位 所以比热的单位就会是卡 然后本来是只有度C 现在多了一个公斤 或是公克 克 通常卡会配克 那胶耳 胶耳才会配公斤 好这样子 我这是比热的单位 那么 常见的问题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算两个物体 混合之后的温度 那这个就是 要运用前面的热平衡的概念 以及热 吸热放热的概念 准备 感谢观看 我们把黑板干掉一下 把黑板干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刚刚趁这段时间 我又把第二堂课的录影放上去 放上这个网络了 如果我们今天有两个物体 他们互相的达到热平衡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一个物体比较热 hot 或是说temperature high high temperature 就是高温 那另外一个物体比较凉 或是比较低的温度 我们称它为 low low temperature 那这两个物体拼在一起 经过一段时间 达到热平衡 温度要一样 最后的温度都是T 最后温度都是T 那这个过程中 就会有吸热放热 那热就会从高温的物体 流向低温 那所以 这里就会有 流下Q 流下Q流过去 那流进去的 就等于流出来的 所以 其实 算法有两种 但是结果是一样 写法有两种 不要搞混就好 那第一种是 第一种 是用绝对值的 第一种 放出来的热 的绝对值 就要等于 吸进去的热 的绝对值 那我们刚刚有写一个式子 写一个式子说 这个 吸的热 或放的热 它可以写为 热容量 去乘上温差 那其实来自于 热容量本身的定义 热容量本身的定义 就是 上升一度 需要多少的热 或下降一度 需要多少的热 所以只是把它乘过来而已 那么 放热 放热的话 就可以写为 DLT DLT通常就是 后来的去减原奶 后来的去减原奶 但是DLT的话 它就会是 末温 减掉初温 可是 像对于放热而言 放热的话 它的末温 是比它的初温要低的 100度的水 它放热之后 它可能变70度 60度 那所以后来的减原奶 的会变成负的 后来比较小 可是我如果加了绝对值 就要变成正 所以它会变成是 C1 放热的是这一个 C1 然后呢 乘上 硫码T 的绝对值 那这个是T1的部分 那它可以写成 那这里要是正 所以应该是 墨温比较大 那就会是 T-T1 T-TH T-TH 墨温比较大 对不起 墨温比较小 墨温比较小 所以应该用大-小才是正 所以应该是 T-TH-T 才对 所以 以此类推 这边的话呢 就会是 C2 然后 加绝对值 2号物体的 吸热的部分 那 吸热的话 它后来的温度比较高的 所以 你就直接写 墨温是T 减掉初温 TL 然后这两个让它相等 就等于是吸热的量 等于放热的量 那你这样去整理一下 这里我就不计算太多 就整理 就盛开 然后把 把这个T 放一边 你如果C1乘上T -T C1乘-T 变-C1T 然后你移到右边 就变成加C1T 加C1T 可以跟这个C2T 去把T 提出来 所以最后你可以写为 T 然后 C1 加C2 等于 剩下的就是 C1 P H 再加C2T L 然后 再把它除下来 所以墨温 墨温就可以写为 C1 加C2 分之C1 P H 再加C2T 再加C2T L 这个就是 球墨温 两个物体融合 球墨温的公式 那 事实上它可以延伸 它可以延伸到 三个四个五个都可以 这个需要再证明 不过就先不要证明 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就是 你不要加绝对值 那不要加绝对值 你就要遵守 后来的剪掉原来的 我这里要写一下 先把它写成笔热的形式 因为我这笔热等下要擦掉了 所以 你还可以再进一步把 C1 C2 写成 质量 乘以笔热 质量 质量 乘以笔热 就是C 质量乘以笔热就是C 所以 你可以把它写成 N1 S1 T1 再加N2 S2 T2 去除以 N1 N1 S1 加N2 S2 这个是 只是把热容量写成 质量成笔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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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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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5 2 2 2 3 3 3 2 2 1 2 2 1 2 1 2 2 因为C的热变化加放的热变化 就会等于总共的变化量 总共的变化量是零 那这里你就要严格的遵守 用后来的温度减掉原来的温度 它就变成是C1 然后呢 末温减粗温 再加C2 末温减粗温 那你这里 一样可以写成 PC1加C2 然后会等于 C1 CH 再加C2 Cl 我最一样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只是两个要搞清楚 你用这个就不要用这个 这个是两边的大小一样的概念 然后这个是加总 C等于放的加总为零的概念 这个末温减掉Hart 末温减掉一开始比较高的温度 这会是负 然后这边会是正 负的加正的会等于零 那结果还是会得到这个试子 我再把它擦掉 所以我们这一个地方介绍的热容量 就是 升高一度 所需要的热量 升高一度 变化一度或降 升高或降低一度需要的热量 那它是有加成性的 因为一滴水两滴水三滴水 一个游泳池的水 越多水的话 你的 你升高一度需要的热会越多 那 如果你是固定升高的温度 我如果都要升高一度C的话 那它还会跟质量有关 对啊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如果都是升高一度C 那水量 会决定你的热容量 可是除了水量以外 其实它还有差一个比例系数 差一个比例系数S 这个S会跟你的材质 物质的本性有关 我们把热容量C 去除掉它本身的质量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 只跟物质的本性有关的量 这叫比热 这叫比热 不同材质的比热会不一样 那最后呢 我们介绍 怎么算两个物体混合之后的 墨温 那就是 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 放的跟吸的大小要一样 那你这边就要保证两边都是正 那另外一种是 你把它看成一整体一个系统 那就是放出来的热 加上吸收的热 要等于零 这两个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 对 OK 。 对 A 好 那接下来要稍微介绍的是相变 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它的吸热事实上不会造成温度的上升 有一些情况吸热或放热 其实温度没有变化 各位知道什么时候 吸热或放热温度不会变化吗 可以举例一下 太久没有问各位感觉 好像没有人的感觉 各位可以在讯息上回应一下 什么情况下 吸热但是温度不一定会上升 或放热但温度不一定会下降 比热太高还是会啊 它只是上升比较少 什么情况下是温度上升 温度不会上升但它其实是有在吸热 或是什么情况下温度完全都没有下降 但它其实是有在放热 以达到热平衡 但是我还是有给它一直加热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浅热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浅热 其实就是那个啦 你煮开水 煮到100度的话 它就不太会再上升了 对不对 或是水啊 从零度C融化 融化要等到那个冰块 全部都融化成水 它才会从 开始从零度再上升 所以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相变 这个横轴是加热的时间或是热量 活脏的时间 tan 就是造性这一些 重手就是它的温度 那物質呢 它一開始是固體 然後加熱時間是零的時候 它溫度開始 從某個溫度 開始上升 然後上升到 某個溫度的時候 它就開始溶化 那溶化的時候 它就不太會再改變溫度 要直到它溶化完 直到它溶化結束 完全變成液態 它才會再繼續 才會再繼續往上升溫 然後再升溫升溫升到某個溫度 它又不動了 它又開始維持了 再加熱再加熱 我們這個橫軸都是加熱的多寡 所以 到這個情況就是變氣態 那通常要變氣態比較不容易 它要比較長的時間加熱 水融化成冰比較容易 水融化成冰比較容易 可是要變成水蒸氣不容易 那 我們用一個圖像化的感覺 也可以稍微的去想像為什麼會不容易 基本上它分成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加熱可以造成溫度改變 另外一種就是加熱不行造成溫度改變 可是它還是有造成某種改變 那這兩種改變是不一樣的 而我們用英文來寫 S是Solid 就是固態 然後Liquid 就是液態 然後Gas 然後Gas 就是氣態 S,L,G 那這個加熱和溫度的圖呢 它一開始是固態 所以只有S 然後到這個地方叫做熔點 或是離固點 它會是液態 固態共存 Volid Liquid 然後接下來完全融化了 變成液態 就剩下Liquid 然後到這邊變成 液態和氣態共存 它最後全部都變成氣態 它分成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 就是 就是 單純只有 固態 或單純只有 氣態 或單純只有液態 那這種情況下它吸熱呢 就會造成它的溫度 會改變 溫度會變化 變化量 不等於0 那升溫它會 增加熱或放出熱 它的確會有溫度的變化 那這個 它其實是 微觀上 微觀上呢 是分子的運動的平均動能 就是它 震動啊 或是跑來跑去 如果你用 例子的觀點來看 它就是震動的比較 激烈或不激烈 那那個就是動能 分子運動的動能 改變 好 好 好 第二種情況就是在相變轉換它的相的過程 那就是我們的故意共存或者是意氣共存的時候 或者有的時候根據你的壓力不一樣 它有可能是故意共存 那這種情況下就是溫度的變化會等於 當然不是熱平衡因為我們還是有外界不斷的吸收它的熱 或是給它加熱 所以不算是熱平衡你看起來好像熱平衡但是你一直有火去燒它 或是它一直很冰一直有把你的熱吸走 但是它還是維持一樣的溫度 那這種情況它改變的不是動能 它改變的是位能 它其實是分子的間距有改變 它其實是分子的間距有改變 那換句話說就是 就是位能分子間的位能有改變 位能有點像那個重力位能 你如果跑得夠快你就可以脫離地球 那所以溫度高的時候它其實是固態被拆開變液態 然後液態如果溫度夠高再被拆開變成氣態 它在相變的過程中融化或是沸騰 這些過程中都是把能量用來拆開它們 那比較少是用來變成動能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動能大約會是固定 那把大部分的能量用來改變位能 那這節課已經打終了 那各位可以休息10分鐘 等下再回來 我希望等一下再回來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